我們學佛的一個宗旨就是 看清楚人生 選擇你人生要走的道路 然後氣而不捨 人生旅程的奮鬥 尤其你追求靈性跟真理的這一塊 必然有很多挫折 你需要去解決 不要畏懼 每解決一次不管成功與失敗 你都有一次很大的 一輩子很大的福報 所以人生的探索跟蒙索 蒙索就是在嘗試實踐 不一定成功 你要去做 靈性上的探索與追求 一定要去做 這個不能以成敗論 是看你做不做 所以我經常在罵人就罵人 去做的還問什麼 你不問去做 福報善根都修 你只來問我 一直問我 然後照著我講的去做 大概只修到 應該來講 百分之一算很多了 百分之一的福報善根都沒有 但是你依照這個教法自己去摸索 不要問 因為不論成敗 你自己去摸索去做 下輩子的福報很大 善根具足 你絕對比這輩子好得多 更何況你養成習慣 一再的去摸索 一再的去探討 那這才叫做真正人生的道路 這就是修行